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台湾警方在陆地上查获最大宗的 那讲到双丝地球牌 其实它就是金三角那边的一个品牌 也是毒品里面的最大的品牌 那么它代表什么 不差的话它应该是毒品界的LV 对 代表它是名牌 对 当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像砖头一样 差不多375到400公克的这个过程 最主要它的发想的来源就是普洱茶 因为普洱茶都是压成这样子 那方便运输 第一个 而且很容易蹭 而且它又压得硬硬的用人工去压 那那个双丝地球那个mark是用那个减花的 以前那个东北过年的时候 减花的一个过程里面 两个丝子核爆的一个地球 那它也代表说 它下面有一个保证存度百分之百 那其实它的存度可以达到99.9 那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买金条金块的时候 一定是瑞士金 一定是香港警服银楼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 双方我们在电影上 双方这个独饭在交易的时候 一看到 免三件了 百分之百了 但是就有人造假 警方有查过一个姓梁的 他就跟那个独销去买那个粉末 海洛英的粉末 然后自己去做一个机器 然后再加很多不应该消的东西 就压了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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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像这样的一块一块 他也说它是双丝地球牌 所以他卖的时候就 一块说 我跟你讲 这点双丝地球牌变下来 结果被发现 里面有很多都是假的 买的人他就跟警方检举 他卖了三倍的价格 还用假的 所以毒品跟名牌一样 对 只要有名牌就会有仿冒 来 仁和今天带了一块 这是 这是1比1 我们讲如果不讲的话 它是印的双丝地球 这点都不知道是海洛英 所以双丝地球牌的海洛英 大概就是这个大小 它这个一模一样 所以你接待这是1比1 它的尺寸 但不是海洛英 这是茶叶 这是茶叶 因为正常它的海洛英砖 在350公克到400公克之内 那它正常都大约在370公克上下 因为每一块都是用手 不都是手工的 都手工的喔 它那些粉有大约有夹 就像我们这个普洱茶砖一样 你压下去里面的质量重量有多少 所以它的重量会差几十公克 不是 毒品不是都走私的吗 走私干嘛做得这么厉害啊 精致 还要搞到像名牌一样 这个如果这一片是毒品 我来看看这片多少钱 我知道 听说比金多多 以市价一公克来三千多块来讲的话 这一片要一百多万 百多万 这才是海洛英 而且是双湿牌海洛英 百多万 这一块没用了 这一块没用了 所以毒品它的制造过程 还有它运输走私过程 由南到北价格不一样 甚至像我们这次 那双湿牌有没有国际行情啊 有啊 它跟黄金一样啊 黄金 还有国际行情 之前讲一两黄金价格 等于一两海洛英价格 一两云的价格等于一两鸦片价格 所以海洛英价格俗称个四号 它的纯度是99.9 跟我们的黄金比例就是99.9 一模一样 所以海洛英是非常非常贵的 你像这一块海洛英 等一下比金多多了 多多了 这地方现在泰国没得 假设泰国没得60万 台湾没得100万 处到日本都没得200万 它仅仅这个运输过程 各地价码不同 那不同 完全不同 好的 我们来谈 照理说 今天这一则新闻很大条 是 警方破货 陆地上最大的海洛英走私案 对 竟然不开记者会 我觉得很奇怪 警方以前 很高级 我告诉你 以前了解 小母子都开记者会 该嫌犯 对不对 大家警察出来 该嫌犯 对 都不讲口语的 该嫌犯 为什么今天 该嫌犯不开个记者会 真的是 就是五岁一床 今天这个案 五岁一床 这到底有捏到没捏到 没捏到 那五岁一床 不要跟五岁一床 人们现在还很深入 在了解这个案件当中 所以没有破获 如果破获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的老大最大的 警政署长要出现 过来我们内政部长要出现 过来我们的法务部长要出现 因为要颁奖 过来要说明 记者会 一定要说明看看 这个案件 目前 你像 補节后马上下架 你看看 现在查不到 都没问题 所有的网站 全部都下架了 是啊 这就是一个乌龙消息 或者是私底下 真正有破案的消息 可是现在 重点来了 有的案子 你能够说 可是你不能够做 有的案子是你能够 補方法 但是你不能说 有那个事实 没有那个事实 所以根本没有破获 超大毒品案 给观众来拭目以待 但是我可以讲 还是即将破获 超大毒品案 现在不能放消息出来 因为这个牵扯到 里面 司法里面它有一个 叫侦察不公开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发现说 这里面等调诡的事情 就是说 早上宣布破案了 而且这是上个月破案的 这大家都看到 九月份就查获了 可是为什么迟迟没有宣布说 已经破获400公斤 这不是400毫克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数量 那这个画面怎么来的 没有破获怎么会有这个画面 有 可是如果后面 但是背后藏进人 还是说背后 还有没有400公克的两倍 那我懂了 有破获400公斤的海洛云走私案 但是400公斤的海洛云走私案 在这个案子里头 只是冰山一角 对 后边那边又有更大尾 现在在跟尖的总警人 所以不能破梗 不能把消息放出去 免得打草惊蛇 是 你说 最近我们说来一个消息 很多讲到台湾是一个运毒转运战 有没有 这个转运战也不理 这个西班军是要台湾人用 还是外国人我们不知道 他可能还在侦查 一切侦查当中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只是线头而已 一定是写的线头 400公斤只是 一块小饼干而已啊 我就讲说实在的 后边还更大尾 还有更大的 我个人判官后面 现在还在跟 也许是今天 也许是这两天 就破获一个更大的一个案子 哎呦 那新闻线下采变成了 下采变成了就没关系 拔草精神 没回一条啦 刚才反省刚才要把你 六头 六八糟 六三 六三顺头刚好而已 打蛇打七顺 我就说 这种东西哪里痛打哪里 也许他是故意放消息出来 也许是已经 就是让这个常见人出现 也许让他准备络跑才行动 都有可能 但这些过程里面 只有警方最清楚 还有警方最清楚 你记不记得我们 之前全台湾破获最大的一个毒品汉 比这个还大 一千零二十块的海洛因酸 跟六百公斤的安德塔姆 这种东西破获在海外破获的时候 高雄士行大跟海巡署 联合一开始破获的时候 新闻不敢报 完全没报 只有说查获毒品 不不不不 可是完全没报 所以当时也是其实已经破获了 但是新闻非常低调 很低调 为了要抓后边那个种子 抓不到 那时候都抓不到 你今天一爆出来 我们现在看得到 全台湾中华民国第一次 破获这么多的一个毒品案 价值上百亿 比那一百亿 百亿喔 对啊 当时错号者叫强哥改来改去啊 因为他分四条线索 第一个查到这个准的是 警方他们当时追到这个船的时候 完全没有报案 可是从夹城里面查到一个火体的小鱼 他说这些鱼喔 人家在买的十多万 那东西才才能把这个水烙掉 所以警方不相信你为了上百亿的毒品 而把这个鱼缸看得那么重 把那个鱼缸的水烙掉了 才起货出一千零二十块的海洛因酸 然后六百公斤的安非他命 所以当时也是非常低调 明明已经破获了 但不敢讲 不敢讲 因为还比较大的在后面 还在跟监中 那后来抓到谁呢 后来他四层 第一层就是我们第一个讲的 抓到船东开准的嘛 开船的人自然上面就有颁货的人嘛 这艘船第二个往上追叫 船主 船老板 就是准的负责人 查到这个船的负责人跟船东一查 兄妹 负责人查到之后 再查另外一个仲介者 一个姓陈的 然后这个仲介者跟这个船东说 我要用你的船给你多少钱 船东说船老大你去开船 就跟他哥哥讲你去开船 一二三第三层的嘛 那姓陈的后面就是一个姓黄的 绰号叫强哥啦 强哥 那强哥才是最大文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在第一层第二层 新闻就曝光的话 有可能强哥就抓不到了 一定抓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后来抓到这个强哥的原因 因为警方和警方当时 完全都不动声色 就一直在跟监 这一个要接变两个 姓黄 叫做黄大张这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太厉害太狡猾了 他身价千余喔 身价千余 他是不是台湾最大毒枭啊 全台湾最大的毒枭 他被警方抓到的时候 他说 你全台湾没得第二手 抓到比较大尾就对了啦 因为他为什么这么配合警方 当时警方要抓他的时候 他这个人就像一个中年大叔啦 那看见 穿牵穿牵穿 所以是画面上这一位嘛 画面上现在看得到的这一位就是 那看起来怎么普通的黑鱼桩呢 对 路边你看到也没跟外头家看一种 他前一点都不像大毒枭耶 完全都不像不打紧喔 他就骑个破摩托车 那开一台国产车 住着那种旧的那种大楼公寓 要来吃东西 吃肉肉 吃米粉汤的啦 开国产车 骑摩托车的黑鱼桩 有点低调的低调的 身价千亿 千亿 应该抓到的 那一次就破获百亿还多亿专喔 所以他当时被跟监到警方 在竹北 跟监他在竹北 因为我乘搭摩托车 过了路洗五点钟了 洗五点钟他会停下来 再看后面有没有车 故意停到叫方叫外 又看后面有车 而且他很厉害 他可以不用手 不用压力了 把你这个车号记下来 背在脑子里 背在脑子里 之后回去家里把号码背写下来 所以他可以记后面的车辆是几号 几号跟着他 完全不动声色 第二他们最重要的 他们联络不用手机 不用 他跟他的下线不用手机 完全不用手机 也不用通讯软体 那每一个人 你只知道我叫高仁和 你只知道他叫憲哥 可是他真的叫什么名字 没人知道 单线联络 而且都用外号联络 对 联络完之后手机 拼掉YD 换一只新的 联络一次就换新了 联络一次就换新了 联络完之后 而且 今天我刚刚有讲 第一层是开准的第二站机 船东 第三个就是介绍人 他就约在屏东的大鹏湾 跟第三个 这个第三层 来 我跟你记名 面对面聊天 明天你把船主 说我多久 你去哪个经纬度 从哪个经纬度来开船 第三层跟船东讲 船东跟船老大开船这个人讲 所以他根本就见不到 这个船老大这个人 船老大听到命令说 原来是我要什么时候去开船 然后在外海他们 再来他从缅甸去回来的时候 在那边现场 拿一张美金 宣洁就换一盘 这张他自己 换美金 一盘走到台湾 另外这盘交给船长 一笔对下来的这两张 一笔对号码一样 美金一样 才是说你是我的人 好像武侠片 比武侠片还武侠片 武侠片以前不是都要 玉佩一人一半 然后喝起来 倒了有才知道 对 倒了才知道 还在他的美金 你也看了 倒了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 对 所以当他一辈逮到 通关密码是美金 通关密码就是美金 他那个金钥匙就是美金 所以他小心的程度 小心到你真本 你看到他的时候 他警察到他的时候 是从他的行李箱 后车厢打开行李箱 一个随身的 攜带的行李里面 赫兰发现他夹成一支片子 片子 片子 老虎牵 老虎牵 那这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两年前 2018年警察就已经 曾经抓过一个货柜总师 就是有一个秃头的黄姓男子 喜欢吃檳榔 炸片子 把那个 檳榔夹穗 吃檳榔 片子是为了吃檳榔 所以查到那个片子 就冰果就中了 就是他没错了 好 所以全台湾最大尾的独销 是强哥黄大章 黄大章 他是最大尾的 对吗 第二大尾 听说叫做林孝道 而且这个林孝道跟刚才黄大章 我跟你说 一个是塞夫 一个是徒弟 他的手法都差不多你知道吗 我先讲 其实 以前我们都说什么 金三角那边都在做独 你会记得刚才两三年之前 说他要骗台湾的人 有什么 他说你台湾自读是一天干 你还没特兵 你还做特兵 为什么都做一条龙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不是做半导体很厉害而已 制度也很厉害 他现在全导体 都自己都做了你知道吗 我要讲这个叫做林孝道 有什么 我们刚才说的黄大章 他的手法 所以黄大章是师傅 林孝道是谁啊 他先做一条龙 后来他把林孝道押这堂去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手法都跟他差不多 但问题是 为什么大家对林孝道可能比较有名 你知道吗 因为2019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台东外海 大家说奇怪 怎么有东西 一台一台丁放在那里你知道 押着普洱茶 说他叫 叫打开以后才知道 总共32个海洛英砖 那为什么随便丢呢 不是 随便丢 大家都觉得奇怪 那些东西哪有可能 等一下海边去找找到 结果报警你知道吗 刚才高大哥说 一块一百多万 他就这样乱丢在海边 不知道多少钱 警察来的时候 我跟你说 他们巡线有先抓到两个 但问题就是 我们刚才那个案子有什么怪的你知道吗 你如果是破坏 我技工家长就跟他拍拍手 通常破坏这么大的案子 都要召开记者会大动作表扬 三十二台 你跟我说有大块吗 32块海洛英砖 你如果找到 警方应该要报对不对 可是我跟他讲第一时间没有报 为什么 他们有抓到两个 你现在回到林孝道 林孝道 林孝道这件事情 他32块海洛英砖 警察没报报你知道吗 抓这两个 他要巡线你去查 发现你后边的大头是林孝道 结果警察那个时候 因为林孝道他也做了很多的断点 你知道吗 那时候警察就骗他 他那你用微信手机是不是 微信用干扰你了 你抓到警察都不知道 你抓到你知道吗 那林孝道很放心想说我带全家去度假 去当局抓到 直接就这样被抓到 那我就讲说林孝道这件事情 其实他为什么刚刚讲说他那个一条 因为很简单 他自己会做对不对 是 一般来讲 所以他自己是制毒师 你一般会做你自己会做 你会买吗 你会知道管道吗 你自己去招牌你知道吗 说到牌子你刚才说有什么在海边 你一定是有纏在那里散 结果林孝到当时呢 他其实到那个 到那个国外去做毒的时候 一度人家不让他回来 因为你太厉害了你知道吗 你太厉害了 你想要回到台湾都没有你回来 结果后来想尽办法你知道吗 反正因为 我看到 回到台湾他发现说 只会做而已 做是最基本的 那手工你知道吗 所以他技术已经好到在海外 人家不愿意让他回来 好到这样 但是你再怎么好 也是人手在那里 就在那里一块一块去那里 他后来发现到说 不对啊 我应该从做到运送到卖 我都自己来 所以我跟你讲 他的一条龙是怎么样你知道 跨国企业式的 你想说他出来 我跟你讲他有术语你知道吗 你刚才从原产地出来 还大汤 大汤 大汤出来嘛 你要到海上去给你中汤 中汤 你中汤就是有船在那里 给你运送对不对 好 我跟你讲 最容易走漏风生就是船啊 你现在船你要去改善树 我临校到处你知道吗 我感觉跟你们这儿合作 我自己买 他买十条船 所以自己有船 自己买船 买船就算了 他号称十条是不靠岸的 意思是什么你知道 有人帮他接济 你船就要靠岸 就容易被警察抓嘛 所以他一直在海上吗 就一直在海上啊 所以有人负责运送物资 给船上的船员 谁帮他送你知道吗 中汤这个很厉害 他直接付钱 因为反正他赚这个钱容易嘛 他直接付钱给菲律宾的那个判军 那有钱嘛 还养判军 有人嘛 不然你想说土特地怎么这么熟 你知道 土特地会抓不住没有原因的 我就买这些人 结果这些人 判军就帮他送物资 送茶送水送东西给他吃 就是还帮他护送 你怎么去抓到 不可能抓到嘛 结果你到了目的地外海的时候 有小趟来跟你送 有什么 你总是要接上案 上一次在台东那个案子 就是小桶子出问题 不知道是怎么出事 反正他没有东西漏出来嘛 好 你说要做跨国企 我看林孝道他真的是 有人说他有情有义你知道吗 第一 你康仁俊你要做这堂 你会讲缅甸话吗 你会讲泰国话吗 你哪有可能去 因为要从金三角进口嘛 对嘛 你每一个关卡要讲话要啥 你哪有可能去 我跟你讲他厉害你知道 他自己养人 有翻译 有当地的员工 成立公司 成立企业 有人专人帮他 你不会跟我说他还去上托福课吧 你不用自己想 他要请当地的就好了你知道 所以还帮他们上语言课 就请当地的人帮他打通这一些 这是厉害的 再来就是我跟你讲 做这一行最怕什么呢 最怕被抓到 你被抓到 不好意思 你如果抓到的话 我后面一家老小怎么办 一般你有看过电影吗 安家费我跟你负责 是 我跟你讲人家不干这种事情 你什么是安家费 他直接就给你一笔钱你知道 所以据说他一个月 光付那个钱就是好几百万 给人家安心的你知道 那已经不是安家费 叫安心费 那是安心费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出事都不用烦恼 我现在钱都可以给你 不用告诉你出事要给你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 那就是艺人的签约费 对啊 所以你知道他 这仅没贪 这仅没贪 但问题是 你知道我们就讲贩毒这件事 讲实话买的人 我会拿到东西才知道 我拿到他还要确定 不像高大哥说你给我的价 我给你去告对吧 所以一般来讲 毒品都是现金交易 你现在东西够我赐给你 林校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 不好意思我没你什么货道才付款 我这杯这样15%你就要给我 因为你做到 我可以保证把货送给你 而且我的品质 我什么都可以顾到 他生意有好吗 算我做口碑 2018年的时候 当时全台湾的茶器的毒品量 是7992公斤 我们官方的记者会 那是陈嘉青开的你知道吗 他说什么 他说光林校道一个人 占三分之一 全台湾三分之一的毒品 来自于林校道 将近8000公斤 他一个人做差不多2千分 全台湾毒品不就他们塞了 知道土地两个人就全部占光了吗 你刚才听高大哥跟我这样说 你没有觉得他做的行李也很辛苦 你知道吗 问题是他们两个都被抓了 台湾仍然没有办法洗刷 亚太运毒转运战的污名 最大尾第2大尾都被抓了 台湾仍然是毒品转运中心 台湾的毒品氾濫并没有降低啊 我问你嘛 有一个黄大张 尬一个林校道 林校道后面有什么 你不知道嘛 所以虽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抓到的 你看这个案 有什么刚才说怪的 你刚才说这个案 你行事做 你警察局已经破了这么大案了 你现在香港消息了 压后面有第3个案子 你现在接到某个案子 台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洗刷 毒品亡国的恶名呢 警方抓到了一对毒鸳鸯 没有想到非常意外的是 他竟然是议员的女儿 而这一次警方能够抓到他们 靠的是科技办案 我们带你来看 10亿员在今天带着女儿出来 开记者会道歉 议员 关党关 管不好自己的孩子 不过我们现在谈这一次 警方是科技办案 现在办案不是像以前 不一样的 现在的科技办案 以前只要查到毒品贩卖 他都推给说不知名 A或B 随便推一个人 你也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查这些线索 但现在有些科技 你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就是说你每一通电话通联记录 每一个IP位置 你每一个跟谁联络的 通通搭的回来 连LINE也可以吗 LINE如果特别去使用这个人的话 他就是个大案子的话 可能也是有办法查得到 LINE也可以被破解 LINE和微信这些 基本上都有可能 所以像我们这次看到 他不是想说绝无仅有 就是卖那个茶叶 以毒品写那四个字 那其实警方就是利用这几个字 渗透进去 来用这个术语把它们破烂 以前很多听到 一些术语是什么 包括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 叫做一块海洛印 一件衣服就是一块海洛印 对对对对 他就是警方这次用这些 比较高科技的这些仪器 也发现说他们对话的内容 比如说他们想的这些 绝无精油 绿宝石 因为一般人 不会卖这种东西 那些细琴工 什么叫绿宝石 所以他们就是 现在他们自己的暗号 对 一个毒品的一个暗号 暗号 新暗号 对 所以过去只有暗号很多吗 很多啊 像我们刚刚讲的 以毒品来 我讲枪子好了啦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陈福祥 在西门町那个 那个峨眉停车场开枪 击毙两个那个买毒的人 黑是黑啊 后来陈福祥不是一直跑一直掃 一直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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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陈福祥跟他讲 你如果要跟我說話 用LINE或是微信我會回 你別在這裡講這件事 他的小弟就說 我就找不到你嘛 才在這裡留言 那個補歌說 你趕快自己找一面牆 自己撞一撞 看會不會比較清醒 你把留言給我刪掉 最好笑是他小弟說 我問人一下 我手機不太會用 我跟你講不用刪了 因為當反而走過 當他留下這些對話的時候 警察已經鎖定他了 所以他這些FB裡面的對談內容 是每個人都公開看得到的 還不是私訊 他當然就是暴露他的一個行動 除了萬罰分局跟刑警大隊 他一直用傳統的方式 跟高科技的方式來偵辦他 所以也順利就把這個陳福祥給逮到 像我們那個時候也有科技 但是沒有現在這麼的精密 現在是越來越精密 像我們以前在大文山地區 有一些建案 工庭剛才要去 那有一些可能在地的角頭 還是一些黑道 要去賣那個兄弟弟 工地的 還是勒索 一些恐嚇一些保護費 那你如果工地不給他就 駕水果給你 可能駕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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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蚝 開槍 開槍那個時空背景沒有監視系統 這麼的完整 但是我們就是有鎖定一個車號 那我的學長就是根據那個車號 查到一個手機來監聽手機 手機裡面聽到 就是說你駕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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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你給我特地交代清楚 他說 碗中飛機就是自視手槍 自視手槍喔 國產的飛機就是改造手槍 油膠我們的子彈裝滿 騎得快的就是開槍 騎得慢的就是恐嚇 但是每一句都有每一句修語 所以用他的筆錄再來指證說教唆者是誰 可是當然這個案子 我們破了案之後 抓到人之後 當然他們的修語是可以自己變的 可是在更早以前 像我們以前聽那個錄音帶 現在我記得監聽法 以前是直接請電信局跟我們警方配合 用那個A面 B面那個TAB 60分鐘 60分鐘那種卡式 一次錄下去可能今天放3天後再來換袋子 可是那時候有時間差 那時間差我們監聽一個毒品的人口販殖的時候 裡面我學長 可能我都聽到一個 對方說你阿頭 拿來臉肉打一打的 2千給你處理 阿頭要拿來臉肉 阿頭要一般都是左人手槍 左人手槍是阿頭 因為他們常常會講 那個槍叫拍梯子 阿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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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講這些素語 阿頭要拿來臉肉打一打 這個老闆很難處理 2千給你處理 2千給你處理 我們聽了 那2千處理是什麼意思 2千 就叫他拿那個阿頭拿槍來的意思 所以我跟我學長一聽到這個 一直判斷說這個吸毒他有這個槍枝的行情 一直研究老半天也有可能 結果我也是往上承報說 錄音帶今天到裡面 聽到有拿那個綽號阿頭 可能是疑似手槍 噴子 我們也是不好的好多人 十幾個人 我學長那一天一大早就說 怕你這個一定要 一個就處理得丟 我們在那邊埋伏到3 4個小時後 就遠遠的看7 8點 一個兩個騎機 牌一腳底子裡面 一個都要錄就穿到處理了 那個人的東西 收到一個機器頭阿頭 那個打牆壁的那個 那種什麼 那真的是工具的阿頭 你也是 所以他是真的阿頭 真的阿頭 然後他真的是騎機器裡面 不會大了 我們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 可是因為他是毒品犯子 毒品犯狀 我們是厭尿 還是身上還是有毒品的 我們還是把它移送 可是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講術語講阿頭 他媽媽 我就是做工 他媽媽就是阿頭 真的阿頭去打一天兩千塊 他說那個老闆很難處理 這是真的 這案子就聽錯了 那我來吵烏龍 所以做警察 抓犯人還得了解 江湖內的黑話 不過我們回到這個案子 議員的女兒竟然販毒 這個政治人物 民意代表 管東管西什麼都管對不對 經常管不好自己的孩子 對 我們要先講這個 柯總召 柯總召的家務 柯總召的兒子就有名了 柯總召的家務 是常常搬上檯面 這次出事的是他的小兒子 柯君耀 那這個案子其實是發生在去年 那去年就是說 有那個官務署的這個台北官 就攔下了一個包裹 那後來就盤查的時候 打開來就發現說 哇 不得了耶 六包 六包的大麻進高 毛重的是8.4公克 這不得了喔 那因為這個如果被查到的話 那個最重的那個刑罰 是可以罰到十年以上 一千五百萬的罰金 因為你是運輸二級毒品嘛 好 那一查 那個名字上面就寫那個 叫做梯米柯 梯米柯 梯米柯就是 柯君耀 柯君耀有這個二兒子的英文名字 那當然巡線啊 這個上面都有地址啊什麼 就找到他了嘛 那後來一問之下呢 那那個柯君耀是說 對啦 那個是他在那個美國的這個表弟寄給他的 那怎麼會這麼瞎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呢 那是因為他這個在去年的時候 跟他這個表弟在打電動 然後他在打電動的時候 兩個在聊天 然後他就一直講說自己身體不好 就他那個表弟也很瞎說 好 那表哥你身體不好是不是 我給你一個驚喜 那驚喜是什麼 然後他知道他這個 驚喜是大麻 對 他那時候他不知道他表弟要給他驚喜 他還跟他講說 Don't mess around 你怎麼會來亂 不要亂啊 不要亂喔 但是他說表哥表哥 我就是要給你一個驚喜 就真的就寄大麻來 就給他真的一個驚喜這樣 那警方在調查這件事的時候 當然就是柯君耀就說他那個手機 因為要那個通聯紀錄嘛 他說他的手機遺失不見了 那最後怎麼辦 最後那個警方只好用那個視訊連線 跟他這個美國的表弟在跟他視訊 那說不定他們已經串貢了啊 那沒辦法 那個表弟確實後來也坦承 就說他是跟他表哥 就是說要給他一個驚喜 是這樣啦 那這個案子後來確實是不起訴 為什麼 因為那個法官是認為說 但是他醃尿有沒有毒嘛 有啦 有 所以他有吸毒 就是有沒有犯毒這件事 有沒有犯意啦 法官是認為說 如果你是真的要販毒的話 不會白癡到說 你把人家的那個名字啊 地址啊 都寫的那個明明白白 這很難講啊 有的時候就是這麼白癡 那 柯建民的這個老二 確實讓他很頭痛 是 還有一位 也讓他老爸很頭痛的 大家都知道 余祥全嘛 余祥全 他是從余天 在當那個明星 歌星的時候 他們家就一直在上版面了啦 那他曾經有因為這個搶車 停車會打人啦 酒駕被抓啦 確實也讓他們家蠻頭痛的 那這件事情呢 這個是他自己自爆的 這個也蠻妙的 是說他17歲 余祥全17歲 從加拿大讀書 當時是放假 他就先回國 然後這個小孩子也蠻有趣 他跟同學相約去看電影 後來警方就來盤查 警方就盤查說 欸 年輕人你們身上有沒有搖頭丸嘛 結果余祥全我覺得他也蠻老實的 就天天啦 他說我身上我沒有搖頭丸 可是他就從身上拿出來那個煙盒 煙盒裡面說 可是我有大麻欸 那你會覺得說這小孩子怎麼都天 可是我必須幫他解釋 因為當時加拿大那個大麻是除罪化的 所以他可能以為說 在加拿大大麻是合法的 台灣也是合法的 所以他就跟警察講說 我有大麻這樣 那警察到聽到你有大麻就說 來來來來來 就把他那個抓 抓上警車要把他帶回去這樣 那警察 我覺得蠻有趣的說 警方還在車上跟他講說 你不用擔心啦 這個是小小case 但是在法官面前就不是這麼回事了 法官呢就聽完之後 他本來以為他可以交保 他也被抓去關不是嗎 有啊 就把他媽 他就以為自己可以交保 他坦承啊我交保 他就以為可以交保 沒有喔 他跟坦承完之後 馬上從土城看守所 被關了21天 然後他一開始他就說呢 他進去很不習慣嘛 因為你要剃光頭啊 然後還要跟御友 那個御中生活不是想像 他說每天都有和尚來看他啦 也有牧師啦 還有那個主任來幫他做催眠 幫他做心理治療啦 然後後來他就還在那邊哭啊 結果他媽媽來看他的時候 他媽媽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需要什麼幫忙這樣子 他說媽我要洗麵乳跟洗髮精啦 睡眠還可以幫我御友帶東西 他媽就快要昏倒了 真的是天兵耶 余香圈是天兵 但張青芳的兒子又不是天兵了 張青芳的兒子 還是打著執政黨的綠能政策 在外面吸睛耶 沒錯 事實上他這個兒子張定偉 其實有前科 他最早的前科是那個酒駕 他酒駕他是開700萬的Benz耶 他怎麼被抓到 他是因為紅綠燈喔 睡著了 睡著了 然後警方來敲敲敲 問題是他酒駕三次耶 不是一次耶 對 而且我覺得更可惡的是 他那個車上還有立法院的停車證 所以但是警方沒在管 還是用公共危險證把他移送 那他其實吸金有兩次 他第一次吸金呢 是這個違法 他是掛一個叫做柏雲特的副總 那時候是打著說要去巴西投資 巴西投資喔 很好看喔 他說你只要投資我 我幫你保本之外喔 我年息還給你給你7到13%喔 就當時受害者高達19人你知道嗎 而且曾經有一個最高投資的喔 拿7千萬出來 然後後來呢 他整個步伐的吸金是2.6億 這是第一次喔 2.6億台幣耶 對 不得了去巴西耶 據說他打著跟執政黨關係很好 有辦法打通任督二賣這樣的旗幟在外面吸金 這是今年啦 今年的案子 這個就話說是張青芳他已經卸任 他沒有當選啦 後來他就是那個給他一個第一金控旗下的董事長做嘛 那就叫第一創投 然後這個他就打他爸爸 張定偉就打他爸爸的旗幟說 我老爸是第一創投 然後要投資什麼 熱能啦 綠能啦 綠能 熱電啦這種的 然後地熱啦 地熱這種熱電投資項目 他找了兩個人 第一個是A男 我們叫他A男 那這個A男其實跟張定偉他們是國外留學的同學 打高爾夫球常常認識 家裡很好的 那回來之後呢 他當然要投資 然後所以張定偉就找上了這個A男 然後就跟他講說 一開始是跟他盧啦盧啦 人情公事啦 後來呢 後來那個A男被盧到受不了 就借他7千萬 但是他有跟他強調 我這不是投資你 我這是借你周轉金 那張定偉呢 後來就有給他這個 就是給他簽本票出來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會拼空 後來呢就是說 A男跟張定偉之間有個共同的朋友 他就來問那個張 就來問A男講說 欸 張定偉也有找我耶 他說我們有一個投資案 他叫我要拿1億美元出來耶 28億台幣耶 然後他 那些朋友都很好用 對啊很好用 然後他就講說 他說你喔 你也是股東之一耶 那A男說我哪是股東 我是借他錢啊 借你錢而已啊 所以整件事情才拼他 他發覺說 張定偉打著他老爸的旗幟 他外面違法吸金 對 後來這件事情就大條了 他就叫他7千萬 要趕快還回來 就是他不要了嘛 而且就要跟他要 後面張定偉跟他放狠話耶 放狠話 他就講說 你要幾顆子彈 我都送你啊 我來聽 張青鳳的兒子 竟然對人家嗆聲說 要多少子彈我都可以給你 就看你在國道上 不管麥拉倫 法拉利 還什麼XX 哪時候再爆一台 特斯拉比較快 因為燒一燒喔 直接往生啦 懂嗎 往生 往生 整個看吧 看我怎麼處理你喔 兄 不是兄弟 你賣也沒有你這種娘的 本所的孩子 我在XXX 有種再來鬧一次 再去張青芳家裡 張定偉家裡 你鬧一次就好 有種再投出媒體一次 我要你事無全失啊 你還記得嗎 那轟動全台的毒品調包案 又有了新的發展 當時呢 有一個 調了六點五公斤 六點五公斤耶 安獨今年突然之間離奇消失的 那個案子呢 現在 終於司法起訴了 不只司法起訴 而且我們的調查局局長 正式出面道歉 蘇貞昌也震怒說 天理難容 我們來聽 局長怎麼說 帥領我們相關的主管同仁 來代表向國人致歉 承認在整個航機 在內控機制上是失靈的 所以才會讓 徐碩梁他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去把毒品調包 然後完全沒有人發現 發生那麼大的弊案 那我第一時間 我就有跟部長表明 我會負起 我該負的責任 調查局內部長官 因為這個事情牽扯到 會有很多人下台 所以幫著一起在掩護掩蓋這個事情 一直到後面正式指暴住火 甚至還發文 騙了這些桃檢 失憶 而且也覺得有點不勝公平 那一個是本來是瀕臨淘汰 那財務又有狀況 怎麼去掌握 這麼有誘惑的位置 這個火坑裡面又加了這個汽油 那我們仔細看 司法起訴書裡頭寫到的是 希望能夠施以適當之行 量適當之行跟量極刑 跟量重刑那是有差別的 所以很多人說 這次司法起訴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不我們回頭來看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竟然歷經七年 四任局長 沒人發揮了 而且要看 我跟你講 他現在爆出來的是6.5公斤 這個是二級毒品安肥他命 而6.5公斤到現在還找不到 不知道在哪裡 下落不明 可是前面他會把它起訴 放到口袋去了 他必心還必 我要跟你講 就是前面起訴六件釣包的案子 用鹽巴來釣包有沒有 釣包把這些K他命釣包 是1500公斤 可是K他命 它是屬於三級毒品 三級毒品跟二級毒品 是不一樣的 量型差很大 所以他現在起訴的是 所以他真的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用K他命起訴 他的安肥他命那不會起訴 安肥他命是二級毒品 那個不得了的 那6.5公斤那不會起訴 對啊 現在就是說高高的拿起來 講的這個很大的案子 可是起訴的目前是以 K他命的案子來起訴 因為K他命目前來講 我們國內的刑罰算很勤的 他沒有用真的二級毒品 的安肥他命來起訴他 所以像這種釣包案 我說一下 我二十五六年前 我在分局情勢組裡面的時候 以前有查的妨礙風俗 黃色A片 A片外表就是那種 日本女生的那種赤裸裸的那種照片 那種一看VHS那些錄影帶 可是你一千點五六百卷 你一千點下來 可能裡面放出來變一羞和尚 裡面放出來變小叮噹 也不知道誰拿碗 你也不知道 那個時候他掉這種東西 就不得了的事情 然後我講真的 像我們警察其實很多 掉包的東西出包過 被逮到了也有 像2010年在桃園那個 黃信小隊長 他自己查獲了一群毒販 那這群毒販 就是吸毒者 有一個人驗尿出來 居然是陰性的 沒有任何吸毒反應 那吸毒者怎麼會驗出陰性 別人就檢舉 你怎麼可能 他在做人家吃毒 怎麼可能他吃毒 他有 他沒有 結果人家檢舉他 檢舉他 後來證實說 因為他是收費弱 把他那個毒品的尿液 換成別人的尿液 所以採出來的尿 沒有陽性的反應 那甚至於更誇張的查出來 他還曾經 為了看到一個女生長得還滿不錯的 滿漂亮的 那因為他是取締毒品的時候 查就說 這個女生有男朋友 現在是女毒販嗎 女毒販 女毒販 結果他發現這個女毒販 已經有一個男朋友 他就把他那個男朋友先抓起來 送進監獄 就開始跟這個女毒販交往 還走勢喔 警察 交往之後 還同居三小孩 所以這個後來被爆發很嚴重 他還有查到那些毒品 自己暗藏放在那裡 拿出來後拿給憲民 高價讚美給憲民 跟憲民嗆一聲說 你沒要買我就 幫你辦還是怎樣 恐嚇憲民 所以他還被起訴求16年 那更誇張在越來越近 2019年我們台東縣警察局 藍嶼那時候分數所 不是查過一個那個海釣船 八百多公斤那個安非他命嗎 在外海查到八百多公斤 現在這個查到的海巡署 查到八百多公斤 八百多公斤很多 這樣不得了 十幾億吧 你看這次在6.5公斤 八百多公斤 高達十幾億 結果沒多久 又查到另外一台 六百多公斤 總共加起來快一千五百公斤 一千五百公斤 跟那個安非他命跟K他命 加起來這些數量 而那個傳統講第一句話 這招數這個問題就是 你們警察叫我走了 警察喔 警察喔 警察被毒消喔 結果一查發現 真的耶 台東縣警察局 那個藍嶼分數所的所長 林澤民 他本來就是 投資錯誤 虧欠了很多人 現在我們四處包框 因為分局很多 接著 現在就是我們分局 有很多媒體記者 都會去那裡打招呼 連記者都借錢 比如說聖媒來警察局 他都跟聖媒在等國 糾糕 糾糕糾糕 借到他欠所有的人 到分局去跟他要錢 所以他被扣款三分之一 那突然有一天他發了 發財的時候 他還幫憲哥繳會錢 幫高倫合繳會錢 大家說 你當中的嚇一嚇 還要死 怎麼現在就 要這麼好 就是因為毒販檢舉他 後來正要抓他的時候 他曠擲了 因為被逮到前一天 他就曠擲了 毒販說 你們警察叫我走 結果查下來才知道 因為他大量的缺錢之後 他就找這些以前的毒販 找過來說 沒有我們合作 我幫你掩護 我們來走私 他自己從柬埔寨 要走私那個ケーターミン 買錯了 買成アンフィーターミン 買錯 買錯 買不對 整個中央抓到 八百幾公斤 這個案子爆得很大 所以他當時 所以他不是只是 吊包那幾公克的 不是 真的是進口幾百公斤 就是百公斤 遭到議員說 要偷渡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 那不是他已經到外海了 他已經跑出去了 跑出去 一個人三十萬 到了公海的時候 他的同伙 一個心臟病嚇到 心臟病發作 在船上一抖一抖 人家要來接船 那個偷渡的大船 看到那個 不敢給你採 誰敢給你採 要準定我丟起來 要送什麼 所以把他再遣送回 送回來台灣 回來依然 他躲到屏東 到六月份被逮到 所以他已經跑到公海 接船船不願意接他 把他丟包 船東又把他載回台灣 又把他載回台灣 所以他回來台灣 那他衰 所以十七十八 誰性該拜 誰性該拜 所以真的大好的前程 就是因為一個貪念 而喪失了他的前程 好 我們來講一下 焦阿和小蜜蜂 其實很多年輕人 因為毒品的關係 淪落到這種工作 對 為什麼叫焦阿跟小蜜蜂 焦阿就是 現在最流行什麼 馬來西亞的貨 焦阿帶到台灣來賣 這是現在最流行的 那等於是外國人 就用馬來西亞的人 來台灣旅遊 所以是馬來西亞的焦阿到台灣 對 那外國人叫 年輕人叫焦阿 為什麼要焦阿 就是稚嫩的鳥 都可能餵滿十八歲 那什麼叫小蜜蜂 就是本土的 本土在搞的 在國內 這個小蜜蜂不是那個 嗡嗡嗡那個 柯文哲那個小蜜蜂 就是年輕人 那他們十八歲是一個勘戰 十八歲以下會送感化教育 十八歲以上五年以上重罪 這樣會找未成年的 對 最近有兩個的命運就大不同 馬來西亞人 一個十七歲 一個十九歲朋友 那就從馬來西亞 要運毒來台灣 都被抓了 被抓 那為什麼要運毒 旅遊免費 最重要是他們 可以賺十萬到四五萬台幣 不少 是 當然 然後十七歲那個 因為沒有成年 沒有十八歲 就罪很輕 就感化教育 十九歲那個 可能會判很重很重很重的罪 那現在呢 很可怕的是 我們以前聽過 台灣跟大陸變成毒品亡國 安非他命跟黑他命 全世界在東南亞生產 吸最多的 就幫派 我老共那邊跟台灣 台灣是幫派在搞這個 消費大國 黑他命跟安非他命 那你知道多可怕 十二歲 本土的那些 十二歲的小蜜蜂 本土就被幫派吸收 十二歲到十七歲 幫忙販毒你知道 這些小蜜蜂 你知道這十年來成長一倍 畫面上可以看到 被逮到成長一倍 未成年呢 有多年輕呢 十二到十七歲 就被毒販利用去做小蜜蜂 就被幫派 末梢神經吸收了 有的中錯生 有的在廟會裡面 被什麼幫派 廟會有沒有 本來當那個廟費 當那個雞童 就被抓去搞這個東西 然後可怕的是 現在的行情 而且警察也勾結 Pub也勾結 我想豹哥很清楚 我記得有一次 林檢警察會騙議員 議員很有正義感 跟議員傻傻的 林檢晚上九點去 九點誰會賣毒 三點到五點半夜 大家都喝幫了 有一次警察衝進去 帶衝鋒槍 因為警察也怕 警察也 歹徒也會拿刀捅你 怕我們裡面 也會 也有槍 都帶衝鋒槍帶隊 然後衝進去 半夜三四點衝進去 開燈 也會喊嘛 警察對不對 地上全部都丟了 都是毒品 管區 所以這種東西 一定要 市行大去抓 管區 分局長 跟 派遇所所長 那是靠不住的 跟 以及警察局 中央 他們要去查 才可能 才可能查得到 你知道 現在行情我講一下 K他命 一公克 一公克 一千八 然後那些要頭賣 中間的中間人 可以賺兩百塊到五百塊 他們怎麼賣 到Pub去 在裡面交易會被抓 有的老闆跟你不要在這邊交易 有的也怕 他怎麼弄 到樓下 空地 那我呢 然後怎麼樣的 把藥丟在地上 丟在地上 萬一被警察來 跑掉 也不知道誰是誰 抓不到 丟在草地上 水泥地上 錢就丟在駕駛 那邊是車子 沒有熄火 正在點著了 在副駕駛座 丟到那個位置上 或是放腳的地方 一次交易 一次交易 一天 那些中型的藥頭 賺二十萬 那一年是不是賺幾千萬 所以這個調查 調查員算什麼 調查員不是收了五千萬嗎 他那個六點五 六點五公斤 不是 五千萬是我們敲到的 可能有一股已經開掉的 是 而且他這個集團 簡單講這個藥太貴 而且他們怎麼樣 太好賺 叫品藥師 我再接續 炮哥講的 什麼叫品藥師 真的是 你家都香水是聞香師 品藥師真的去 那個去燒那個 Ketamine 阿菲他命 燒出來 味道他就唯一純不純的 厲不厲害 這些人鼻子可憐了 台灣不是只有製毒是很厲害 還有品藥師 品藥很厲害 那他們怎麼賺錢 製藥厲害 當然品藥就會 因為一公斤 都要一兩百萬 他給你換那種爛貨 比較差的貨 混去混五百五百 沒有品藥師 怎麼查得出來 所以他們就品藥 品藥師後來當然都會中毒 你就品藥品藥 後來下場都很慘 因為他吸毒也花很多錢 品藥師錢沒那麼多 最後有的苦到沒錢到 不僅沒有錢吸毒 看人家吃滷肉飯了 流口水 又口渴又肚子又餓 那時候就需要 一瓶礦泉水 加一碗滷肉飯 所以都很窮 那時候都很 就是整個都吸烈 就這品藥師錢好賺 但那個錢拿去買毒品 最後自己一無罪用 你賺這多錢 你吸毒也不夠 買毒的錢 簡單講 台灣毒品氾濫 甚至於深入小學校園 但為什麼我們年年都說 要拼氣毒績效 年年都在拼 但毒販越來越多呢 因為現在的毒品 歸類什麼 一級毒品 二級毒品 三級毒品 四級毒品 四級毒品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之前 還沒有人在檢討的時候說 你口袋要 十九點五公克以上才有罪 你十九公克 我自己吃還沒事情 十九點五克以上才有罪 但是現在法律又改了 這樣為五公克 所以一般抓到三級毒品 比如說Ketamine 或者四級毒品 毒咖啡包 它的刑案積分是兩分 兩分計算的話 如果說今天來抓到一個 兩分對警察來講 這績效的分數太低了 可是火門阿古怎麼會打 就是你淋酒 酒餘也會濕潤 你常常說常常說 乞酒也變成一人 所以如果是一級毒品的話 它就是五分起調 那五分的話 如果說它有運輸 或者是在販賣 那就是二十分 那如果上一個小隊裡面 像我們以前 半年統計一次 半年一個人大約在 假等分局要一百二十分 那宜等分局要一百零二分 那秉等分局就是七十二 七十八分 所以你看二十分一件的話 四件就八十分 那你四件就抓到 你就當半年了 這半年都要抓 就像我們學生 如果你可以考一百分 你九十九分就可以第一名 你幹嘛考一百分 你就 就像舉重 都超過零點五公斤就好了 好不好 甚至於你看 像我們警察有時候在臨檢 臨檢攔下來 這個有竊梨 感覺先入而出 這個怪怪 因為現在刺青是藝術的 以前刺青就覺得 竊梨怪怪 或是都是 鞋鞋騎的都不好 腳開開 像巴志祥騎騎騎騎 你這針 也是怪怪的 真的嗎 腳開開就怪怪 那其他的都抓起來 人騎 人騎 人騎摩托車腳開開也怪怪 有時候很多孩子 有在北家鄉的嗎 不然是這樣 腳開開這樣 安全帽沒帶 沒帶 不然就帶一間的安全帽 不像西瓜皮的 還是帶一間 比較特殊造型的 他就會可能是看你的前科資料 塑型資料 有沒有毒品前科 如果有 來 回去採個尿 驗尿 驗尿 如果驗尿 一驗 陽性反應 表示什麼 你破獲一個毒品 這扛的 這不是真正的破獲毒品 這是一個 驗尿洗分數 就是驗尿洗了一個分數 就積分累積往上推 那你們有沒有養現民 在拚績效的時候 把它當作績效提款機 如果每一個單位裡面 說沒有抓毒品的這個 這個小組專是騙人的 每一個單位 上次分局的警備隊 刑事組派出所 或者是刑警大人 每一個單位都有一個 氣毒小組 那這個小組 可能兩個人 可能四個人 那這兩個人 你要為哪裡生的毒品出來 你不可能在馬路上 我說 我看你的臉就像吸毒 就不然以前說 安毒 所以他都會培養 他自責一條線 我們說那條線就是說 就像小平哥他們要選舉 你一定要你的樁腳 沒有你要怎麼選得到 你一定要你基本的 你下面的人脈 那你這個毒品 樁腳我不可能找那個 腳開開的當我抓 抓 抓 不 選舉的人一定要有腳 所以你要抓 氣毒的這個人 基本上 你氣毒的這個 專案的成員裡面 你一定要有你下面的 你知道吃毒的人在哪裡 你不可能 這就像肉粽 你肉粽撩起來整肝的 但是他是你的憲民 是啊 那你需要績效的時候 你是在憲民教人還是 所以啊 憲民 警察講實在 在養憲民 憲民在養你警察 你看起來好像憲民是我在控制 事實上是你警察被憲民控制 我怎麼說 新北市 我們台北市就有一個刑警 很年輕 他還是養了憲民 這個憲民 他請他跟他講說 哪裡有賣毒 哪裡有吸毒的人 但是相對的 他也出錢給這個憲民去買毒 再販毒 販毒後的錢 還跟警察說買 一人分一半 然後再提供這個吸毒的人 提供他的一些線索 讓這個警察再去抓這個線索 後來經過檢警 偵辦 發現說 你這個警察真的是 貼錢 讓憲民 買毒 買毒之後 你跟憲民的分章 然後憲民 再提供那些 讓你去做你的績效 包括 我說很有名的 這個東西 一弄不好 那個界線很模糊 最以前我們一個 很好的外貼 叫賀手 賀手很出名 風情啊 陳豐盛 他就是我們台灣 檢察官真的很辛苦的臥底 他當時我講真的 陳豐盛他那時候 是在保安大隊 他是因為 劉承如檢察官 辦了一個案子的時候 辦到這個毒品 刀不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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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辦不下去 只知道有人吸毒 但是不知道 毒品的來源在哪裡 我先打個差 這個畫面就是陳豐盛 他一本來是警官的嗎 對 他現在在保安大隊退休的 因為他跟我私交也很好 那他出事當時是 他當時是刑警 當時是刑警 對 但是他滿臉的落塞虎 他看起來比流氓 一向流氓 現在這樣看起來不像 但是被抓的那個時候 看起來像流氓 對 所以當時他就奉命 去握底 跟對方 真的要頭 就是販毒集團 這個這樣就成了 這樣就成了 這樣就成了 這樣看怎麼落敗 就比落敗 比較像落敗 對 所以他深入 那個販毒集團的時候 販毒集團 看你的名字 講真的 你就 穿上警察制服 你也不相信你是警察 而且你說你火手的 一查一查三年報 真的還有一個火手的 還跟他說 你這三年報 油的做得很大 然後真的把他帶到台南去 他一個人住在汽車旅館 沒有行動電話 沒有任何的聯絡方式 要頭還跟他聯繫說 你要知道那個汽車 他找一個 他說汽車是什麼意思 結果是要頭 就是那個販毒集團 找他要出海 開快艇 他說我們這是六年模特 海巡抓不到 保漆總隊海巡都抓不到我們的 我們是六顆馬達的快艇 他才知道說 原來他的路線 是從漁船走私進來 可是他當時出現 這是帶他去拿毒品是嗎 他讓他試一趟 他們走私的路線 那個運毒路線 對 運毒路線 而當時另外 那就表示他相信他了 他很信任他 另外一組人馬 調查局的 鎖定了陳豐盛說 這個人他是有 很重大的一個販毒的先醫 那調查局 不知道他是臥底的 不知道 你剛趕快趕快坐在辦公室 看到陳豐盛走去 這讓我監控的 怎麼跑進來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臥底的 那後來 破獲了這個 上百公斤的安菲他命 可是他還是被 他的腺民 所謂腺民沒有五百七 腺民 他的腺民 因為走漏的風聲 把陳豐盛介紹給販毒集團 所以販毒集團要把他殺他滅口 殺他滅口的時候 所以陳豐盛把他自己的車 自己的車救給這個縣民 救了縣民 還提供一些金額 給這個縣民去買毒 招樓 那縣民 你就乖乖乖乖走路就好了 結果 吸毒不 沒辦法 沒辦法 還叫別的單位抓到 叫別的單位抓到 叫別的單位抓到 說你毒哪裡來的 陳豐盛就滅了 所以這樣把他供出來 這樣供出來之後 調查局再把他抓回來 才用這個販毒把他移送 後來陳豐盛還真的被收押了一段時間 他被收押的時候 這麼多 有苦難言 但是他閉在裡面比較安全 不然同學追殺人 但是他閉在裡面的時候 他說進去全身拖光光對不對 後面那個就是他專家抓 就是他抓到的 整個人在裡面 才會躺在裡面 那個以前的抓人 大哥才會躺在裡面 還知道他是臥底怎麼死 他說我在裡面 鼻子比較痛苦 但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求助無門 每天真的是很痛苦 在同學撩壁 知道那是很慘慘 所以真的是說 你說你要養個縣民 到底是縣民養你 還是你養縣縣民 而且我們以前 我這個不要學 因為以前的安非他命 屬於麻醉藥品 不是屬於三級毒品 也不是屬於毒品 屬於麻醉藥品 在三十年前的時候 安非他命叫什麼 寶劑丸 一瓶像寶劑丸那種 白色的玻璃塑膠瓶 那個落地兒喝到就有了 好像是棒棒糖 現在喝到就有了 我的前輩 以前的心態不好 那時候因為 剛開始改麻醉藥品管制條例 他把那個寶劑丸 白色的 還不弄整瓶的 一瓶把它弄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一次 一瓶可以分兩三次用 要幹嘛 放在以前的公共電話廳上面 綠色的公共電話廳 兩三個同事就在那邊 我們一般人 老百姓看到那個縮膠 你也不會去動它 你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可是你有吸毒的人 一看就知道 安非他命 你吸到了 你吸到了 你頭前吸到後面 你又不掉了 不 一樣嘛 你江泰公釣魚 你懂嗎 院者上鉤 他把它擺在電話廳 等著人家上鉤 自己沒吸毒 我們沒有吸毒 你看不懂那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有吸毒 你看就知道 但是如果有 比較疲勁 想說這不是什麼東西 好幾塊再看一看 但是你回去嚴了嗎 你這樣講我就擔心中下屏 我拉肚子要吃保證 所以以前的招數很差勁 我才差勁 我的拚績笑怎麼可以這樣 好 我以前賭鼻 沒有 我說 我才二十公斤這樣 我的前輩 都不跟我講什麼事 你外號叫嬌阿嬤以前 不是 我那時候 瘦瘦高高的 我的同事 我的學長 都大我十幾歲 老婆 你去頭前的 跟她叫 阿豹 獅子的媽媽你又出來 什麼 三個老婆 阿豹 你給我出來 就在踢到門口 罵髒話 我罵獅子的媽媽 我就站在那裡說 你給我罵 那肚子肯定了 我不是說當畢業沒多久 手也不怕 親切也不怕 罵就說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 就嚇死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事 完全狀況外 我們就是一個耳 被人家拿去利用的耳 他看到拿五十刀出來 他馬上下去 強暴刀切管制條例 抓了兩個 所以你把自己當耳就對了 他把我當耳 牢尿把他當耳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真的 現在警察做事就是 叫起工來到了